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人们你们好 我是祝国贵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继续回来玩这个哈喽那边 Hide and Seek了 然后我们已经要进行第三章的这个游戏了啊 我们上一次大概看了一下 这个第三章的主题呢是这个灭火和消防员啊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这个主界面就完全的不一样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形式可能跟我们前两局玩的都差不多啊 你还是要去找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到一个框里面 但这个游戏好处呢就是它没有那种重复的感觉啊 因为它是一个偏向解谜的游戏 它每一关的这个谜题都不太一样 弟弟我不知道他弟弟还是哥哥你藏好了是吗 那这一次我要开这个游戏房间了哦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消防房间是什么样 非常这个符合主题是吧 这里面都是火所以门把手特别的烫 你应该要找一个什么东西才能打开这个门 我觉得应该是找一个什么手套之类的玩意儿吧 我们四处看一下啊 我没有想到这一开始就要让我们解谜了 双层床的这个最顶层有一个厨房手套 这个东西我找到了啊 拿这个应该就可以开门了 我们来试试看啊 像打开烤箱一样的 你要拿一个铁盘子出来 那这个手套还有用吗 我不太清楚 然后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收集什么东西啊 之前是钱再之前是娃娃 那么消防有关系的难道是要去救人吗 或者说灭火还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水龙头的把手啊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拿一下 可能以后也有用呢 然后这个地方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水枪吗 这个东西可以射出水来的吧 但是这个东西我拿不出来 因为这个下面有火 来我们来想 我想一个比较骚的套路啊 我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这东西看着是可以拿的 但你现在拿不出来 所以我拿个东西去砸一砸它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 再砸一次看一看 只要让你离开这个火 哎 它出来了 哎你怎么又 又被打 我刚踩了一下 它又回去了 这次正式出来了 哎好 水枪出来了 但是这个水枪 这是什么 是没有水吗 所以弄不出来水 我们在哪个地方有水呢 我们先把这东西给 一开始就拿了三样 不知道要干嘛的东西 这个应该可以扔了吧 这个手套我就放在这 好吧 这个是什么 这是消防员是吧 它是一个空盒子耶 我能不能把这个衣服穿在身上 是可以的 但是是用来躲人的 估计是躲我那个弟弟 这个是 一个水管 我看这个水管连到这个房顶上 这个房顶 这个地方为什么有一个床垫当广告牌呢 非常的奇怪 好吧 哎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这个洗手台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能不能出水 可以出水 我们试试看这个东西要怎么给它加水 我难道是扔到这个里面去吗 等一下我 哎 真的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水枪放到了这个洗手瓷上面 它会自动的冲水 真的是一个特别硬核的游戏呢 好了啊 这个水枪也冲好水了 这个水呢 但是有限的啊 你这个没有了 你还得回来冲 所以我们稍微节约一点用啊 现在不知道这个东西干嘛用呢 就先拿着 这个地方看样子是一个 湿了火的城市啊 火灾特别的严重 然后能见度也特别特别的低 不如这个游戏的名字换一下啊 你好邻居之雾霾来了 对吧 我觉得特别符合现在这个场景 然后我还是没有看到这个来追我的弟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 对吧 他之前拿了一个火面具弄在上面 我听到了这个大楼里面有人哭喊的声音 然后作为我们是角色扮演吗 扮演的这个消防员 不要想个办法把这个楼里面的人给救出来 但是现在我还不太清楚啊 这个里面的人长什么样 在用什么方法救他们 然后我来找一找这个石钟在这里 好吧 去到石钟的这个地方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房子就突然变小了呢 那边的房子就很大 哦呦呦呦呦 有什么声音啊 哦哦哦哦哦哦 我的弟弟我看到了 我的妈呀 我的弟弟是个火人 你们看到了吗 这个太显眼了 不过 还好他在这个雾霾的天气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要不然能见度很低的话 看不见就很吓人了 好吧 我先看到的那个钟 完了完了 我 跑着跑着跑到死胡同里面去了 我们刚刚大致地绕了一圈 被弟弟抓了个正招 没有发现任何的东西 说实话 你在能见度那么低的情况下面怎么可能找得到东西呢 我来想想啊 按照这个游戏的套路 对吧 你要去找的那些东西并没有那么容易被你找到 所以呢我试试看我能不能跳到这个桌子腿上 OK的 那么通过这种闪电左右跳法 我们在这个桌子上面 这不是桌子 这是凳子啊 我们在这个凳子上面左右横跳 我试试看 能不能登上那个房子的屋顶 我们去大概看一下 好吧 因为你们也懂这个游戏啊 这个路是需要自己找出来的 而不是说跟着他的这个 已有的路线走 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房子的房顶了 但是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火肯定拿这个水箱是灭不了的了 箱也不用想 我是不是可以跳到对面的这个房顶上 按照这个惊人的弹跳力 好过来了 那这里又有一个房顶 那我不知道这个有看有点远啊 应该也是可以跳过去的 对吧 我们自己找的路嘛 自己尝试一下 这游戏就是这样的 好 我们没准呢 等一下啊 这房顶上面有一个小绿光 上面有三个娃娃还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要我们要救的小人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先来这个里面看一下吧 不知道这个地方的道路通往什么地方 比较好奇 不知道这个里面有没有 哇 这个地方都烧成这样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物理圣剑 这这是这是个什么 这还有一个大铁驼子 不知道这大铁驼子干什么用呢 这是玻璃是吗 有些东西太无用了 我觉得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把手 上面着火了 我现在应该是碰不了 但是这个东西是可以碰的 我试试一下 我用我这个仅有的水量 能不能把这个把手上面的水 把这个火给灭一灭 诶是OK的 但是我这个里面也没有水了 我来开开看啊 我听到了水流涌动的声音 这个水应该会通到楼顶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路在通往楼顶 好吧 那搞了半天我找到了一条路 虽然但是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干嘛用的 你知道吗 就走一步看一步呗 这里有个窗子可以出来 刚刚那个地方不一样 然后这个梯子应该是刚好可以通到楼顶了 我们上楼顶上去看一下吧 这个上面除了火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啊 这是干嘛的 蒸汽啊 我懂了 这个蒸汽呢可以把我吹到那个上面去 对不对 本来是水的 但是经过这个火一加热变成蒸汽了 好了 我们要 跳不起来是吧 我吹起来 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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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通过这个蒸汽 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来到什么地方了 我连这个油 这 我连这一关要干嘛 我都没有搞清楚 我已经 进入了他的谜题当中 那这 半路应该给我一个奖励啊 讲道理 对不对 你什么东西不给我 然后我来到了一个房顶上 这个就是我刚刚看到的 那个床垫广告牌 这里有个门哦 这里是一个 这是什么呀 是花花梯吗 要进去吗 我怕我进去之后 我就上不来了 但是哎呀 尝试看一下嘛 反正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收集 无所谓 这个里面是什么呀 这里面是 What 床垫 等一等 我真的我现在拿了一堆 我不知道能干什么的东西的东西 这里面有一二三四四个床垫 你是可以拿走的 还有一个问题 我要怎么出去呢 都被封死了 这个大的床垫后面 有没有口子可以出去 哎 有的 那还挺好的 这样吧 作为一个聪明的小人呢 我们把这个床垫 先给扔到外面去 因为如果说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床垫有没有用啊 如果说是有用的话 我们还得再 像刚刚那个样子跑一回 其实很划不来的一件事 我们先把这里面所有的床垫给扔出去 以防万一嘛 对吧 等一下 我现在想到了一个 就是真的你需要懂一点这种 求救知识的 你才能想到的东西 完了 我用这个床垫把我门给堵住了 我们刚刚不是有听到 有一栋大楼 有哭喊的声音吗 他们其实是可以跳楼下来的 但跳楼下来 没有下面没有那种软软的东西 可以救生 你知道吗 就如果说这个床垫 可以垫到那个大楼的下面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那群小孩 就把那个楼上面的人给救下来了呢 这是我暂时的一个想法 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好吧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的通 反正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 我这个包包里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地方 为什么突然玩着玩着 加载了一个动画呢 这干嘛 这是个提示是吗 好了 怎么不知道玩着玩着 突然弹出来了一个提示 直向了这个大楼 我知道了 我刚刚已经猜出来 这个大楼里面有人了 好吗 不用再提示我了 妈的 真的是瞧不起我的智商 是吗 我现在想 我能不能从这直接跳到 那个楼的楼里 我觉得是可以的 让我尝试一下 哎呀 我掉下来了 跳到这边来试试看 好吧 这个地方也没有来过呢 这边还有路可以走吗 哎 这边还有路可以走 所以我到底要不要先去 尝试救一救那个 小人呢 我觉得我还是先去尝试一下 救那个小人吧 好吧 比较好奇 我先跳到这个房顶上 好 这次应该不会失败了啊 好 过来了 过来了 哈喽 你们是要 哦 对 我是要救你们 三个小布娃娃 哎 他们围着这一个绿色发光的东西 像是在这个地方尸法一样的 你们知道吗 哎呀 大火快灭 大火快灭 就像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你们呀 一个 哎 这水枪给扔进去了 把水枪给捡出来吧 好了 三个娃娃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钟 现在走到多少了 走了一刻钟 哦 那差不多一个娃娃就是 五分钟 这里没有路了是吗 已经到尽头了 行吧 我们去到这个餐桌上面看一下啊 我没准这个餐灵下面就有一个娃娃 哎还真的有啊 那你跟我走吧啊 我先把这个东西给扔了 那这样我们有四个篮 那这个呢 把这个水龙头给安上去 会怎样 010 怎么不出水啊 还有这个东西真的是气死我了 这里还有路 过来看一眼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煤气灶啊 这个东西会不会是导致失火的原因呢 我在想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东西给关掉了 行 我们再把第四个娃娃给放回去 哎 他没有拿我娃娃挺好的 所以我得去到这个水里面来看一下 这水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个盘子 等一下我需要一个制高点来看一下 那个水里面没什么东西 但是我比较好奇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吊锁 这上面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之类的呢 吊着的 也没有 连成一条线 通往那个房子那边 嘿 这个东西有点好玩啊 不对啊 这个大吊锁这个地方有很小的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这东西能不能碰 这个或者说你能跳到这个上面去 然后跟着这个 你跳上去这个东西就动了 然后你就可以跟这个大吊锁一路到房子最顶端 可能在那个房子最最顶端 也有几个娃娃 好吧 哎哎哎哎哎哎 他我我碰了一下 这个东西他自己动了 我倒是跳不上去 有意思啊 这个铁驼是不是用来砸那个云的呀我在想 因为这个铁驼够重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从这个视角看这个云变得那么大了 刚刚在下面看那个云还很小很小一个的 我拿这个大铁块砸一下那个 没有用 还是要我跳吗 怎么往回走了 我一定要跳到他的后面是吧 啊 再蹦一下 啊 我就保持这个样子 再蹦一下啊 厉害 再蹦一下 我感觉我有一种飞天的感觉啊 应该就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到达目标的正上方 应该是没有的 我们再蹦一下 太厉害了 我听到哇哇哇的声音了 怎么还有下雨的声音呢 这个玩意什么自动的往前走啊 就是正下方了 你还在往还能再往前走一走吗 他已经不能再往前走了 我来看啊啊啊啊 好了我掉下来了 但是他们没有跳下来啊 哦 我明白了个事 为什么没有跳下来呢 是不是因为没有垫子呀 啊 这个样子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不知道从哪个建筑物里面拿出来了一堆垫子 我把这堆垫子放在了这个地方 对 我现在手里面只能拿三块垫子啊 我拿三个垫子过去看一看 有没有效果 好吧 好我们到达目标地点了 把垫子放上去 垫子再放上去 你跳啊 难道是位置不对吗 还是 是位置不对 还是垫子不够啊 没准他要四块才能激活呢 我回来了啊 这个 四块了 四块了也不跳 不过我之前看到这个房子上面也有三个小人 在这儿 我不知道 我在这里放放一个垫子试试看 哎 哎 你看到没有 这跟垫子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 他正好就下来了 我就放了一个垫子在这儿 对吧 掉下来了三个小人 那会不会这个上面是没有小人的的 不管了 我们先把这三个啊 好 我不愿意耗过来的这三个 给放进去 这个始终显示应该还差一个四五个的样子啊 来这儿看一下 哎 果然 下来了 四个娃娃 你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你之前没有下来 现在就下来了呢 我来告诉你啊 这是我重新开的一个游戏 我把它玩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章节我放到最后再来玩的 所以这四个娃娃放进去之后 我们第三章应该就结束了 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之前那个娃娃一直都没有放下来吗 我告诉你们啊 就是 我不是一开始就弄了那个云吗 然后那个云下来一个雨 如果说你们还记得话 我的那个雨的落点的位置好像错了 就倒是后面那个云再也下不了雨了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重新开了一个档 玩这个游戏 好不容易结束了 好吧 我们回到这个正题 这个两个孩子的父亲回来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回来 两个腿就特别特别的软 发麻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椅子 是不是他们的母亲因为什么事情 突然就出远门了 或者说直接就消失不在了 这是有可能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之前本来家里面四个人很开心 现在变成三个人了 他老爸也非常的抑郁 抑郁看起来 对吧 然后刚刚看见我们另外的一个 我不知道那是哥哥还是弟弟 他也看起来非常的暴躁 所以我们现在还保持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心态 所以我在想啊 我不是一直在跟这个 我们 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在玩这个捉迷藏的游戏吗 就会不会以后到后来 两个孩子都玩得太过火了 然后导致这两个小孩 也出了一点什么毛病 也不能跟他们的父亲接触了 然后他们的父亲就会陷入到这个绝望的边缘 最后变成一个大恶人去绑架小孩子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 我们目前来说还差两个章节 没有玩完啊 行了 这次你要跟我们玩什么呀 他拿起来一把枪 这玩的是不是有点太过火了 好 这应该是第四章的内容了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的话呢 你就先到这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能不能点一个点音 我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送一个硬币 都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们想尽快看到下一章的内容的话呢 你们可以通过这个投币和评论的方式来告诉我 好吧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